姚明是中国南篮的一代领军人物,他也是中国球员在NBA真正打出了名声的球员,姚明是2002年的状元,而他NBA职业生涯都效力火箭队,也成为了火箭队的当家球星。 姚明在火箭队的合同,有过两次签约,第一次是新秀合同,期限为3年2002到2005年,1802万美元,第二次是续约合同,2005到2010年,合同为75年,2005年,姚明与火箭签订的合同为75年,总额在7500万美元左右,之后每年按照第一年工资的10%递增, 薪资总额为9339万美元左右,那么,除了姚明,还有周琪,义坚连,孙悦,王指之和巴特尔等球员,他们在NBA的薪资一共是多少呢? 义坚连在NBA打了5个赛季,但是他生涯都没有拿过大合同,最长的合同还是新秀合同,5年拿到1384万美元。 第四年的时候,拿到405万美元为生涯最高年薪,然后义坚连加盟了独行侠队,在独行侠队只拿到了83万美元,所以他在NBA只赚到了1384万美元的薪资。 而王志志也在NBA打了5个赛季,他分别效力过独行侠队,快船队和热火队,在独行侠队期间单赛季薪资为47万美元,而在快船队两个赛季分别拿到了190万和209万美元, 在热火队拿到了53万和75万美元,加起来是520万美元,数字虽然很好听,但是钱,真的不多,或许还不如现在一个新秀球员一个赛季的薪资。 巴特尔也在NBA效力了两个赛季,他02-03赛季在马斯队效力,薪资为51万美元,而03-04赛季在猛龙队效力,薪资为64万美元,一共拿到了115万美元的薪资。 孙岳在奥运会盖冒,科比被选进了胡人队,他在胡人队效力一个赛季,虽然没有上场机会,但是唐宁得到了一枚总冠军戒指,而孙岳在胡人队的薪资是44万美元,钱不多,但是也是让他在NBA拿到了总冠军戒指。 周期目前跟火箭队签订了一份为74年的新秀合同,合同规定薪资是逐年增加的,而周期目前只打了一个赛季,拿到了82万美元的薪资。 这份合同的薪资一共是557万美元,如果周期可以继续打下去,在20-21年,可以拿到175万美元的薪资。 当然,这个薪资对于周期来说非常低,假如加盟CBA球队,那么他随便可以拿千万年薪,但是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,在NBA可以得到锻炼,并且商业价值更高,这也是周期哪怕是拿底薪,也是留在NBA的原因,文海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